字幕組成員 為完成獨邦門地區長照駐園的部件 台安市府正出衛星法利波前瞻計畫經費 經檢邦門分為全行為開照長照駐園中心 历经得风的努力 台湾市政府社会交副社帮忙综合长造机构 在今天十月在正式掂用国际 各边与地方民代议员共同车牌 期盘帮忙分与专行后英文顺利 做好加多特帮忙副的中价 台湾市政府维着地鼠标示 我们今天一起来 为我们北门综合长造机构 也是我们委托台湾元气村 我们长造社团法人来负责经营的 我们新医院北门分院能够浴火重生 所开启的长造新业 那我们非常感谢微服部的帮忙 微服部理事长 还有我们助司长 还有我们林副执行长 还有我们吴科长 还有我们张专员 那谢谢中央很替我们争取的 我们陈廷飞立委 还有议会 还有尹爱达利议员 蔡秋兰议员 还有赖会员立委的秘书 还有陈坤和议员的侯秘书 现在是我们的侯钱议员 也谢谢 那我们谢谢李俊逸委员 还有谢谢 我们代表议会的丁基耀 还有我们赖会员 刚介绍了吴秘书 方一峰议员的李秘书 还有我们谢采望议员的谢秘书 也是谢书凡 也是议员参选人 还有我们北门区的张区长 江玉区的红区长 还有我们秋香健康 有限公司的吴董事长 还有我们 呃 元气村 我们今天的主人 主人忘了介绍 实在不行 我们元气村长照社团法人 我们一廖理事长 还有我们 善和股份有限公司 叶董事长 还有人保 电脑 徐副总经理 还有郑处长 还有医师公卫全联会 我们 呃 台湾感动照护 共生协 台会 我们林理事长 还有 辛和峰 营造 啊 杨总经理 以及 啊 邱副总 还有松辉营造 神秘书 还有武裕高中 啊 林董事长 还有林顾问 还有 啊 黄秘书 啊 还有 我们 台湾感动照护共生协会 我们叶秘书长 啊 秀团 秀传医疗机构 市立医院 长照科 在此 在场各位 共同见证 我们新医院 新医院 北门分院 能够 重新再出发 那 台南 也包括台湾 也包括台南 人口老化 已经是一个 大家都不用争执 只是大家在想说老化的多严重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在我2019年 我担任市长 刚刚的第一年 南南市的65岁以上的长者有278000人 现在 现在 在三年 又九个月 已经变成了三十二万又六千人 到年底估计会到三十二万七千多人 那 到明年 会到三十三万多 这个 每年 以一万五千人 左右 有时候一万四 一万三 的速度 再增加 因此 长照的需求 刻不容缓 那 我们 北门分院 自从上次的事故发生之后 也已经将近十年了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能够让北门分院 在 我们 台南 这个人口年龄 比较大的 这个浪潮下 能够担负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那 谢谢我们新医院 院长 也更感谢我们卫福部的全力相挺 能够让北门分院再出发 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长者 能够有更好的地方 也感谢台湾元气村 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营运计划 能够让这个日照跟长照 同时并进 来服务大北门区 以及所有台南市的年长者的 市民朋友们 再次祝福今天的典礼圆满 各位好朋友 大家身体健康 欢食如意 谢谢各位 谢谢我们感谢市长的祝福一经典 参加我们本门的长照中和机构的一个启用典礼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我们台南的长照服务是六都第一名 确实是第一名 因为我们在全国的那个长照的服务的涵盖率 目前是全国是百分之六十七点多 我们的台南市是已经超过百分之八十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黄市长一个掌声 谢谢黄市长 真的非常重视 非常照顾我们台南市的长辈们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中和的长照机构可以来启用 我们卫福部也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我们新营 部立新营医院的北门分院 那后来有提到说因为火灾的关系 所以就废弃了一段时间 那因为我们在积极部件整个长照的资源 所以也运用了前瞻基础建设的经费 大概补助了三亿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三亿元 我们把这个地方重新把它再整修 变成一个非常适合我们老人家日间也来 或是有失智的团体家务 可以来照顾我们这些失智者的长辈 那目前我们也是把这一块 土地以及整个运作 我们是整个移拨给我们台南市政府的社会局 那接下来就要拜托我们社会局来经营 那也跟我们的委托的团队 在这里可以来照顾我们北门 大北门地区的长辈们 那我们也看到在大北门地区 北门地区其实我们65岁的长者 其实大概有超过20%了 所以确实真的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支援 那这一次我也看到这个 综合的一个长照机构的一个设置 非常用心 包括我们有一般的日间照顾 还有失智者的日间照顾 还有我们失智者的团体家务 那这个部分特别是在 失智者的长辈的照顾 其实是更资源更加缺乏的 然后照顾上面是更需要专业以及更需要用心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做这样一个服务 真的非常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社会局 还有我们委托单位能够做我们的用心 那昨天总统在国庆的谈话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我们台湾要来建立一个任性国家 任性的社会 特别对于有需求的国民 我们国家都应该做到照顾的一个 尽到照顾的责任 所以也特别提到我们会积极的 再部件我们的长照的资源 包括我们现在希望每一国中 每个学区有一个日照中心 那已经希望能够在113年达标 那另外在住宿型机构也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希望公社公办民营之外呢 我们也在思考我们未来怎么样跟公司一起协力 能够把这样一个住宿型的支援 住宿型的机构资源赶快的一个部件起来 让我们台湾的长辈以及能够得到好的照顾 也可以来减轻家庭的负担 那这个部分我们 卫护部会在持续履留下去 也希望给我们台湾市政府有更多的一个合作 我们希望台湾市政府的整个涵盖率 是不是你没多久都可以破九成了 好那以上在这边再次谢谢各位的历领 也祝整个启用典礼圆满成功 也祝各位所有的闺蜜们 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感谢政府司长为我们进行的祝福 代表延去延去村这个长照法人 来跟大家讲几句话 很高兴今天能够 以我们台南各位长官相亲 一同参与北门案的取用一事 本人背港光荣 台湾延去长照法人是由日本延去集团 在台湾投资长照事业的子公司 虽然在台湾的事业已经设立了八年 但是刚萌芽的阶段 但是在我们台南市政府协助 各地方先进的指导下 我们也不断的朝着在台南地方深耕 穩扎穩打 看到今日北门机构的落成 也是代表全国首届公办民营的长照案件的诞生 本人对此非常感动 原因是北门机构代表的意义 不仅仅只是一个长照机构 而是集合台南市市长 黄市长 卫福部 社会局 公务局 以及北门在地的民间力量 在众人的努力下才能得到这种共同的荣耀 那现在我们把这份接力棒 已传到我们台湾元器孙的手上 我们将不负众望跟期待 把日本元器集团最好最先进的长照支援技术 带到北门长照机构 同时我们也自我取取 不是只要当一个把日本的技术 照单全收的角色 而是截取日本服务的核心精神 加上台湾人独有的在地人情味 发展出具有台湾日式风格的长照机构 最后我们这间北门机构将不会是我们元器集团元器村的终点 我们将稳健踏实 朝着我们的宴景持续前进 截至目前我们在台南市已设立了一个居家服务 两个日照中心 我们也正透过台日联手跨国合作 明年将在台南市安南区打造一个 由元器集团设计规划的综合长照机构 服务内容同样的议计会提供 私自证团体加入住宿室24小时入住服务 来专业起我们集团在台南市的长照服务 目前相关的行政程序都以左手进行 也期待在明年不久我们彼此在 我们彼此能在安南机构的开幕仪式上 大家能够再相见翻 请各位嘉宾拭目以待 希望未来 恳请各位先进各位嘉宾能够持续的 可以元器集团台湾元器村支持 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进步 让我们一起为台湾的年长者 甚至年轻者打造长照和谐的美好社会 最后再度感谢台南市政府 各位先进代表卫福部 以及台南乡亲的丽林 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相当感谢 我们这样子画面OK吗 需要再补画面吗 OK好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恭喜 由我们的节菜长官 准备来为我们进行节菜 现场也让我们共同 倒数三秒钟的时间 三 二 一 请恭喜 台南市政府 为修改 支持巴蒙湾铊 佛法为照顾长者的长照、组缘中心 结果感谢伟哲玉 新娘云医 全力相当 相信巴蒙湾铊 再出发 也感谢台湾元器村 提供优责的英文夷戌 藉由日照跟長照同時並進,來給大巴門區,以及所有台南的中間, 讓中部的境界讓人擁有活力,尊嚴的優勢的銀髮生活。 以上是大巴門新聞萬博多。